是否等了很久了這場政長 其實我們今天都有信心 因為昨天我們開會也有說 壓力在傑智那邊就不在我們那邊 因為就算我們今天合了它 我們都有很多優勢 所以壓力在它那邊 而且很明顯看到它們可能不走距離高 今天的球員是沒有那麼活躍 又飛回來又打阿協 所以兼顧不到 我們今天就… 球員又好聽教練的部署 所以今天打得挺好的成果 會不會是最滿意的一場比賽呢? 那也挺滿意的 也有些… 也有些比… 打得那麼好我們做得好些的 但是今天最開心的就是 第一次我聽到球員聽教練的部署 因為昨天兩個小時的會員 我都在裡面聽教練的指示給球員 那就是做了…做足了是很少的 那在他們急之下 我們不急就很輕易一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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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就很輕易一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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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球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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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的圈 例如下午或者球隊那麼小 可能有些不是那麼容易贏 所以我們立即和教練聊天 立即要開會 就是要補助一下藍區的比賽 加了一點點 等我們贏了 因為贏了我們連獸軍有全面的獎金 根本都不斷鼓勵 加了兩、兩、兩、兩 全部都死了 我忘記了 都挺好的 如果拿完賽冠軍是否要考慮眼葉 是啊 如果聯賽冠軍拿到 就算是眼葉 那我們立即打算做軍 最重要是看這個星期五、六兩場關鍵的比賽 如果我們贏了或者和了 好像和了一分就得了 一分就得了 就可以放盃 可以安心去打足足盃 但是如果真的要爭兵 在哪些位置要爭兵 都沒有想過 就是 等他先打完這櫃 在這麼好的優勢之下 後來打到這樣 都是可以檢討的 因為一度過了一年之後 有部份都不是狀態 幸好今天個個都醒了 希望繼續接下去 星期六贏了唱歌就不斷真 會不會 夏年都支持這麼多網民 會不會 一定會 因為 廖Sir 總教好 非常有 其實很多人 很多球迷在外面 同解了 因為我聽著很多指示 是有幾道指示的 但是他依然去講是另一件事 教授前都非常努力 昨天我去看他開兩個鐘頭 會又剪很多片 又說很多東西 又出來示範買 都很清晰的 都很清晰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